594原料通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只来自意大利风胶达人 BeNature出品的科技风胶Propolis MED 人类使用风胶的历史超过2000年 但是传统的风胶存在一些问题 风胶达人BeNature让传统的风胶走向科技 不仅完美保留六大风胶多分PPN6 效果更胜传统绿风胶 科技风胶更是荣获风疗研究大奖 接下来让我为大家介绍这只专利科技风胶Propolis MED 今天不仅要介绍风胶的历史、市场 还有风胶如何在疫情肆虐后再度翻红 以及现有风胶的问题等等 最终如何解决问题由传统走向科技 Propolis源自于希腊文 Prop代表着在什么之前Polis代表着城市的意思 合在一起就是风群的防御物质 也就是在风巢前守护蜜蜂的物质 西方历史记载曾提到风胶可以用在治疗皮肤病、刀伤或是外伤感染 东方本草钢目也提到风胶对于牙科疼痛、杀菌有疗效 也因为风胶的抗菌功能,让它在20世纪发光发热 因为战争,衣冠甚至将风胶混合凡士林作为术后的外用药 随着经济的发达,风的产品更多元的 而且市场产值也随之增长 复合年增长率为3.7% 常见风生品像是蜂蜜 是采集花朵的花蜜 再来是花粉 是花粉颗粒、花蜜及蜜蜂的消化液混合成的物质 蜂王乳则是蜂王幼虫及蜂王的食物 来自于公蜂嘴里的乳白色分泌物 最后则是今天的重点 蜂胶 真正的蜂胶是蜜蜂采集特定树种的树脂 带回蜂勺后加入蜜蜂的分泌物 蜂蜡及花粉等物质混合而成 蜂胶的复合年增长率更是4种蜂制品当中的最高 蜂胶的成长和疫情息息相关 新闻报道指出 蜂胶能作为刺激抗体产生的佐剂 增强巨石细胞活性 增加免疫力和对抗冠状病毒 国际文献也提到蜂胶有助于治疗COVID-19 也因为这样全世界都在夯蜂胶 蜂胶这么的夯 但蜂胶的产能却相当有限 一箱蜜蜂大约5到6万只 能产的蜂胶一年也才150到200克 蜂胶采收的时间也受到限制 只有下秋可采 所以市面上就出现很多 甲蜂胶、增塑胶的产品 因为前面提到 蜂胶主要是由蜜蜂采集特定树种的树脂而来 因此劣质蜂胶常会以树脂的形式来取代 即使是真蜂胶也因为突发链钢的萃取方式 让蜂胶产品称资不齐 所以蜂胶要如何跨时代从传统走向科技 让品质稳定 让消费者安心 接下来就要和大家介绍 科技蜂胶 科技蜂胶 MED它是由欧洲最大蜂胶制造商B-Nature出品 B-Nature位于意大利米兰 拥有40年生产蜂胶的经验 也与欧洲知名大学合作 发表多篇的研究 现在是世界级的蜂胶领导品牌 刚刚提到 蜂胶要如何从传统走向科技 其实从源头就要开始把关 选择专门采集欧亚大陆中杨树的树脂 作为MED科技蜂胶的原材料 再使用专利MED动态萃取技术 此技术强大之处在于 即使是不同季节 不同地区的蜂胶 都可以藉由MED萃取技术 让蜂胶的活性成分稳定 再以精准的仪器 进行精准的定量定性分析蜂胶多分 最后则是投入大量的研究资源 来验证蜂胶的功效 MED的功效也获得国际蜂胶组织的肯定 荣获蜂疗研究奖 得奖的内容我们后续会再为大家详细介绍 BeNature也拥有许多国际认证 包括永续发展 HACCP 欧盟有机 ISO GMP 和Courser等等 这个永续发展的目标 是指在到2030年 为人类和我们的星球 建立更美好的世界 在保护环境的同时 促进繁荣 消除贫困 促进经济和满足一系列社会需求的目标 齐头并进 包括教育 健康 平等 和就业机会 同时应对气候的变化 努力保护我们的海洋和森林 因此它们的产品是以未受到环境污染的蜜蜂 去生产的产品 以保护和可持续养蜂的理念为最高原则 同时B-Nature也创立一个Logo 叫做B-Nature Quality Insight 专指它们的风制品是非辐射、非激感、未经杀虫剂或抗生素处理 无农药残留、无过敏物 以及符合欧盟各项法规 当然 申请这个商标 在我们的产品上是非常的加分 以保证消费者所购买的产品 含有符合最严格品质的风胶 对于科技风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MED专利制成 能移除非活性成分、农药、多环芳香厅等潜在污染物 事实上 风胶制品很容易有多环芳香厅残留 欧盟EPSA调查高达72%的风制品是受到污染的 但是MED科技风胶的多重进化技术 让多环芳香厅是符合欧盟与台湾的法规 MED科技风胶也能保持风胶中天然的多酚化合物 使其标准化 让每批都有相同的活性成分 除此之外 科技风胶MED定量这六种风胶多酚 包含 格林菌、克林菌、克林菌等 事实上 风胶有超过300多种的多酚 经过HPLC、ESIMAS标准化鉴定 发现六种风胶多酚 占总多酚含量25%以上 这边是风胶多酚的结构和图谱 从这边可以看到 MED技术能让品质稳定 从不同地区采集的风胶 看到它们这六种成分 其实是高高低低 但是经过MED处理后 这些酵性成分含量更为稳定 即使在不同的载体下 也会有相似的指纹图谱 MED基本上有粉状和液状两种 粉状主要为内斧 建议剂量为100到200毫克 应用包括了胶囊、定剂、糖果、发泡钉、舌下片、喉糖、粉包、软胶囊等功能性食品和饮品 易剂主要为外用 应用包括了牙膏、漱口水、喷剂、滴剂以及功能性饮品 接下来要进入到功效研究的环节 让大家知道MED的效果 未来可开发成怎样的产品 整体来说 MED的科研背景相当扎实 发表11篇研究 主要领域为口腔、上呼吸道、肠道和私密处 其中有临床支持口腔和上呼吸道的效果 在2020年的回顾性研究中 更是完整地汇整出风胶的抗病毒提升免疫的潜力 想要更多关于科技风胶、MED的研究资讯吗? 可以到影片下方的完整资讯 点击594元老通的网站 欢迎与我们联系 介绍了MED的好处 也要让大家知道MED的竞品是谁 国际上MED的对手是巴西氯峰胶 巴西氯峰胶的数种为菊科植物 定量成分为RTP0C 是一种分酸类物质 功效上可以看到MED是远优于氯峰胶的 想要更多关于科技风胶、MED的竞品比较吗? 可以到影片下方的完整资讯中 点击594元老通的网站 欢迎与我们联系 物性上,科技风胶外观为 泥黄色、细致、流动性佳 有特殊的风胶味 吃起来不辣口 MED的耐热达180度C 可开发的产品形态相当的多元 也有粉状和液状两种规格 可以去做选择 功效上有口腔和呼吸道的临床支持 所以像是德国拜尔大药厂 也选择MED去开发它的风胶喷剂 其他功能的开发呢 包括了提升免疫力、呼吸道、护理 甚至是外用的产品 牙膏、漱口水等等 都是非常可以的 除了口腔和呼吸道之外 MED它有优秀的抑郁和抗病毒能力 能抑制白色念珠球菌、泡疹病毒等等 所以对于私密处保健也是有不错的效果 最后总结今天介绍的科技风胶 MED是由欧洲领导品牌B-Nature出品 源自天然风胶萃取 坚持永续发展、环境保护 产品经过欧盟有机认证 MED使用专利技术萃取 完整保留六大风胶多分PPN6 以高阶的HPLCMAS进行精准分析 PPN6占总多分的25%以上 MED科技风胶好开发、耐热 可开发各类产品 效果好三天对于呼吸道有感 每天建议机量仅100到200毫克 具有抗菌、抗病毒 更有临床支持、口腔和上呼吸道的保健功能 这边是一些B-Nature拍的行销影片 以及研讨会影片 供大家参考 以上是针对MED科技风胶的产品介绍 感谢大家的聆听 MED科技风胶的产品